梦华路演员玩撞红毯 陈小刘亦菲自拆CP 柳妍膝盖卡托鲁皮 刘亦菲饰演赵胖尔 陈小饰演顾千帆 男女主一起出席红毯 男帅女美西京无数 这时男主大大好像心情不好 完全不理神仙姐姐 这是来自拆CP的吗 柳妍在剧中饰演孙三娘 出席红毯时可算丢了个大人了 直接双息跪地摔在了红毯上 看着都疼呀 小姐姐你还是长点心吧 林允在剧中饰演送影章 出席风尚大典时 身穿黑色收腰礼服 无奈裙子比较紧 林允只能全程吸气 只脚尖都要变形了 才能穿下这个裙子 徐海乔在剧中饰演欧阳旭 出席红毯时身穿黑色西装 领口一个黑色蝴蝶结 王子发十足 红毯上温暖冷裤 表情切换自如 一秒化身和女公子 宝剑峰可谓是老戏骨了 在剧中饰演皇帝 出席活动时身穿黑色西装出场 整个人干净利落 丝毫不脱泥带水 戴续饰演齿牙内 出席活动时别聚一格 身穿运动服 现场和田羽老师 来了个魔性夹腿舞 就像小孩一样 两人真是笑不活了 杜一鸣饰演雷静 和好兄弟季春华 一同探上红毯活动 两人妥妥的大佬出街 一般人真不敢惹 但是如今却再也看不到 两人同台了